圓,天以不見為圓,地以不形為圓,人以心腹為圓 人,要順應天意,定要逆天改名 圓圓學會,解開圓經 孔明先知是我們的偉人,他發明了很多東西 其中一點是我們術數界所推崇的就是他的八陣圖 和他對於奇門遁甲的貢獻 開一開我們第一頁,其實雜雜我自己覺得有點悶 但不知為何人們很喜歡看,不像是說書 我發覺也是,因為… 我想大家真的很關心這個日程 為甚麼? 因為影響很大,很切身 其實大家都很想快點結束 但其實這樣教室不覺得很悶嗎? 大家喜歡看 我自己就怕悶清各位 還有有沒有做得正一點呢? 我看到以前老蕭,後面是照顧動的 像清明上學圖一樣 我覺得很正,我問了很多人都做不到 為何我們做不到呢?Bob,先說一下 其實是否按一個按鈕 我問那些拍戲的人,按一個按鈕就可以了 他就會不停在那裡動 他想叫走馬燈 問一下知道是否有機會 好 各位預備你的深茶 預備你的花生 因為你點著煙 因為你喝著威士忌 你慢慢聽我們說諸葛先師的一個機文 知不知道是甚麼機文嗎? 妹妹? 上一集說過的 就是在壇上有些人會傳達一個神的意旨 然後用那個機文去寫出來 但是很糟糕的 因為是木架 一路有人抄下機文的內容是甚麼 其實通常這些字很糟糕 但是通常寫那位人慶都未必知道 寫那些東西出來 其實有點像我們80年代90年代收訊 有個機器在打一些東西出來 一個傳達訊息的媒介 他第一句已經很震撼成眼 如果你本身喜歡研究術數風水的話 即是告訴你外面四大名師 長髮粵劇的那個肥姐姐和誰 都不會告訴你 你先說第一句來聽聽 第一句天數亡亡不可知 對嗎? 聯台暫說各生之 世界光歌中爆發 暑美牛頭發言時 就是這句 其實他一開始就說 暑美 世界上的壞事 即是有破壞性的事 發生過一點 就是暑美牛頭來的 今年是暑年 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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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當有個時間禁 去年開始 我記得是一月底 開始說真的不要回大陸 那些 因為怕有無患肺炎 即是由 去年是幾害 就是豬 豬入到暑那一刻 已經來 他就說 暑美牛頭 已經是壞 我們馬上去想 上一次暑美牛頭 知不知道哪一段 忘記了 就是2008年 2009年 2008年金融開銷 2009年終於影響到香港 很多東西都下跌 其實有點相似 那時候失業也很厲害 2009年的時候 突然很多東西 減退 沒錯 所以 今年是暑 明年是牛 所以明年也是會壞 這一點 大家要小心 因為幾個說法 都說今年出年到稅 所以現在還搞這麼多 就抵打屁股 好了 之後的太深了 去第二頁 不是這一頁 再過一頁 沒錯 這一頁 再給多一頁 這裡 一個預言 我們先講講這個預言的背景 好 知不知道它是哪一年 在香港出現的 絕對不知道 1933年到1939年之間 即是1940年之前 曾經在粉嶺的一個道場 降下來 即是收到這個訊息 粉嶺 對 粉嶺一個地方 一個導管 關於這件事的背後原因 外面有幾個說法 莫文蔚的媽媽寫書 罵這段 是說錯的 不是1933多年 又或者不是諸葛倫親自 他說你們那裏都不是拜諸葛倫 怎會是諸葛倫 這是第一個說法 第二個說法 就是說 真的是諸葛倫 不過有人收藏了 這段機文下來了60年 1990年開始才被人揭露出來 一個說假的 一個說真的 即是很後期才發現到 1990年開始 其實1990年的網絡 一定不是現在 絕對不可能 九幾年 我想你都是出生不久 你就想像不到 我們那時候 用Modem上網 那些聲音是怎樣的 Bob記不記得 那些Modem 都不是輕人一部電腦 其實回想起來 那畫面很棒 你博通全世界 就是靠這個訊號 現在是不需要的 所以1990年 有人終於肯公開這段機文出來 經過這二十多三十年 就被人慢慢解釋了 那為什麼要說這個時序呢 首先說一句以前的東西 1930年就說 已經說定給你聽了 第一句那裡說什麼 第一句 德與聯軍說時印 東人首肯二條艇 清天白日由西諾 五星旗次向東生 清天白日知不知道說什麼 台灣 對 台灣玩完 現在開始大陸說市 五星旗 五星旗那個 崛起 他咬大邊 他咬贏了 台灣那邊一定要守回海島 第二句 二掌雙真一掌雙真 兩層雙魚一層 他就說 蔣經國 蔣經偉那裡 兩個爭鳴奪 爭拳 其中一個鬥輸了 這樣 兩層雙魚 就說他們那邊的人 其中一個叫陳義 他也是搞不定的 這樣 好了 這些台灣的東西 我們先放在一旁 下次請台灣仔上來 現在 都很具體 下一句 下一句 還是下一段 洪日樂營 東 東土不如西土落 五陽風雨見悲傷 水漢營須時落放 諸身不用走望 這個就很重要 其實他在說1997 水港是什麼意思 三點水旁邊做的行 三點水就是港 就是香港的港 香港仍然是落土 你們不要到處走 其實他已經在射1997 下一段是什麼 紅日樂園 白日樂 前財那裡 前財散盡 由小事 性命安全借上倉 今宵略雪 炎和雨 流雨明燒話短場 這裏 剛才說 諸身不用走望望 不用走望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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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 金融風暴 很多人欠家富貴 搶著樓 負資產的意思是 錢、銀散盡是很小事 你留一條命就算了 這是這樣的意思 其實他趕緊197年很多東西欠家富貴 你不要買樓 你不要投資 即是叫你樂觀一點 其實是嗎 其實反過來想 他在提醒你會輸錢 當然要看你做什麼 你說我做過一個死人圖書館管理員 或者一個灣仔政府合署合約的小民職 每個月的人工是13800元 我就放工只是打機 我是一個基本上沒什麼思想的人 這樣我就不怕這些 我現在揹著三層樓起來 再拿去炒賣 三層變六層樓出來 那你死定了 那你等死定了 他正在說這件事 所以其實就是 一段機文他先講過去怎樣去評論 他三多年已經說定了 所以是有參考價值 再看待會那些更可怕 我們繼續看他那個什麼 熊日樂元八日樂的那個說了 五星塵吳明國 都是中國 後面有一道就小心了 街人絕色自西來 你會想起誰 龍拳攝割器交易 猜不猜到 嘩 猜不到 街人是西方來的 其實他這個時序我們不要害怕 什麼意思呢 剛才說九七 數來是否是零六零七一零那些 其實有時候又不是 他會時序顛倒 他說起以前 四人幫 江青的時候 就說攝權龍角就是這個意思 有十年浩劫 十年文化大革命 你爺爺那些有沒有說文化大革命是怎樣的 真是少說 不過都是那輩子的背景 我發覺香港人就很少說 現在這個時刻就很難找回記憶 畢竟是上兩代的事 我就跟有些老人家做到朋友 他就很肯說一些話給我聽 他二十幾歲時又四個女朋友 夜晚走完山再跳舞 說一些威水史 我讓他先說 然後我就說 你看文化大革命時有沒有回到大陸 他說有啊 我在廣州 其實是怎樣的 其實不是報紙寫得那麼誇張 我說為什麼呢 他說其實根本是看你埋那一堆的人 如果你認識埋那一堆 你就沒事 如果你埋錯一堆 你就死定了 例如是什麼呢 他說他親眼見過一個神父 很磁場的樣子 那個年紀或者外貌 是外國人來的 去中國傳教 給他的印象有點像以前的董建華 掃掃掃掃掃 沒什麼的意思 其實看著這個神父 給那些紅衛兵 在教堂那裡扔他出來 打到他全面不在話下 就要開始批鬥了 後面插了一支旗 突然間那個神父死了 給了毒藥 他一定有人放了一支槍 他說不是 心臟病嚇死了 他說我們當時的年輕人 在旁邊圍觀 我們沒有被人抄架 所以其實我認為 自古以來 很多的兵方馬亂 或者各樣東西 都是看你賣哪一堆 所以我近期有時接到一些個案 就說 家裡的小朋友 現在 即所謂小朋友都十七八歲 經常要去警察報道 就說要告他 這樣那樣那些 因為之前經常出街 他要抗爭 其實 我聽起來就覺得 你不要在危險的地方 再做一些危險的事 你想抗爭你想反對 你不用拿一條命出去搏 我認為有一點點 所有歷史的事情 不停在重複 所以應該避一避風頭的 好了 下一頁 不是這頁 是這裏 他就說什麼 太陽沉去 無雲收 萬國低頭拜尼納 這裏知不知道說什麼 歷史人物是誰是太陽 歷史人物 過往四五十年中國歷史上 有哪個令你有太陽的感覺 是不是阿東哥 東風雄 毛澤東 是不是 他就說 毛澤東一死了 太陽沉去 雲無收 終於看到光明了 沒有那麼陰沉沉 不用鬥來鬥去 萬國低頭拜尼納是誰 知道嗎 毛澤東之後是誰 鄧小平 因為鄧小平小小顆 臉圓圓圓 就像一個尼納佛 鄧小平掌權 這裏也是他之前落過姬文說定的 其實也算是這樣的 立國年份 他說了47年 跟著新之為47年 即是說立國47年 然後 他說出面的東西 聯軍冬子同台戲 你讀來聽聽 聯軍冬子同一戲 劍仙合事有其備 水能黑火火無功 炮火飛機何處備 這個就很重要 所以我經常說 這些機文的時序 亂到七彩 你猜一下是甚麼 炮火飛機何處備 你馬上會想起甚麼 飛機大炮的東西 在哪裡有 發生了 發生了 對 發生了 是否說打仗 不是 接近 如果打仗你猜到哪裏 都是台灣 不是台灣 他就說 01 01還是02 911 飛機撞落 突然距離那麼遠 對 他就說在那裏 好 這是第一點 為什麼他說炮火飛機呢 因為明明是要暗殺那邊 阿富汗 伊拉克 那些要打過去 他說 你避不到一定會撞 聯軍冬子同一戲 聯軍冬子那裏 其實不是說大陸的 其實他頭尾有一些呼應 聯軍是說八國聯軍 即是說外國的東西 所以這個炮火飛機是在外國發生的 所以就不關東南亞事的 其三 四海星瓶那裏說來聽聽 四海星瓶多吉兆 藝術殺人不用刀 這裏你會想起甚麼 不用殺你不用刀 即是一些病毒的東西 沒錯 就這個P5實驗室 即是現在我要 殺死你 我不用用刀了 藝術 藝術已經說明了 等於諸葛亮那裏沒有實驗 沒有科學那些東西 所以他就轉了做藝術 即是說甚麼 剛才的時序 講了水港刑事樂土97年 無端端跳去江青四人幫 接著江青那裏跳下來 911 亂得七彩 好像穿粵劇一樣 所以神仙的東西 不是我們每個人都想得到 他由911跳下來的武漢肺炎 其實之後的國運 你猜一下是好還是不好 他講到可炭草頭燒不盡 就好像很可怕 因為上一句就是群魔妖怪喜能圖 其實這裏我相信他是講一個政局 為什麼他說群魔妖怪在人圖呢 因為現在不一定是上面 可能是香港 都鬥到七彩 如果有些人立身不長的話 那些就是群魔妖怪了 那些最後都會狼獲的 但是又死不完 所以就 跟車公之籤很相似 再對落他講中國的國運 他就說 造福人君是真命 此人願是紫微星 總會 我相信你是年輕過我 你是等到的 我就不知道等不等到 就說終有一位人是紫微星 皇帝 就是有個總統 有個國家領導人 是會碰的 這樣而已 最後一句也很重要 他就說好修恩果度來生 他說凡事必有恩果 那下一頁 阿博 下一頁 這個就是他最後講的 我投學頂一句 來聽聽 掌上公後前世善 或是星神下界來 或是神仙遙一變 或是前身恩果打 是的 這個就是神仙說定 你是出將入相 你做將軍 你是做公爵 就是乘相 因為你前世善果 或是星神下界來 如果你沒有善果 那就因為風水了 星神 天上星神 你已經是命中注定那顆星 所以你會碰 或是神仙遙一變 所以為何我們那麼喜歡拜神 那麼喜歡求神拜佛 就是在神仙幫你 拖一拖 你做了那麼多功德 這樣 最後一段就是 或是前因因果大 又或者你前世幫了很多人 你儲下了很多善因 所以會碰 既然說起拜神 一定要去一去我們這個 佛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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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丹是很重要的 我以前就不覺得 我越來越覺得 說個故事給大家聽 就是 有個人有一天來我公司 拜神 他點香那一刻 他說 師傅有沒有說你這個壇 很厲害 你會有什麼反應 他感覺到有東西到 有沒有人跟你說過很厲害 有啊 回答他有 那我就說什麼厲害 也挺的 因為神有分大神 正神 陰神 陰神 我就以為他有些 鼓勵精怪的東西 他說不是啊 是真是天神 正神那種 你怎麼感覺到 你說來聽聽 有把聲音在 還是有人推你一下 他就感受到 他不是一個實際的感覺 但因為他練過氣功 他就說 感覺到隔壁這個神壇 好像有個鼓在敲 所以他就覺得 好像有震蕩力 這樣 如果是 你有沒有試過撞邪那種震蕩力 例如你去殯儀館 或者你樓下燒衣 你挑戰他 我禮貌地問問他 你驗證一下 究竟他會不會看錯 如果是鬼那種 你又覺得怎樣 如果是鬼那種很弱 即是鼓聲比較陰暗 所以證明 如果你本身願意拜神 神會下來看你 所以 祂不是24小時坐在這裡 不過你叫祂的時候 祂會看一看你 所以我們這個 欲佛拜神 欲佛節 就很重要了 知道欲佛節我們會做些什麼嗎 欲佛節通常都是幫 是不是去那些廟裡 我叫佛像好像是洗澡 首先我們要幫佛祖 浸三杯水 洗到他的身上 我們這些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想了很久都沒有人回答 原來 因為佛祖本身 他出來修行的時候 釋加茅尼出來修行 即是棲來止散的時候 他是骯髒的 因為他不能洗澡 他要去四圍黑食 我願意用我的能力 去洗淨佛祖的身 這是禮佛的意思 我洗淨完之後 我再放在香港念一段東西 求我想發生的東西成功 求完之後 就拿這張錢帽擺銀包 這樣就容易成功了 這次這個錢帽 是否不用供多少天才行 不用了 馬上禮 當日拿走 那方便 所以就 看你想求什麼 我經常想求發達 是的 求求求讓我遇到一個高人 那個高人 就 免費了 那個高人有個紀錄 令我們這些俗世的人 一天試過賺九百多萬 平倉的時候 很緊張 他就肯給門路 展示給我看怎樣做 賺那麼多錢做什麼呢 人不需要那麼多錢 剛才我們吃頓飯也是一百多十 因為其實泰國師傅 尤其是我們認識的 他們就很缺乏一個好一點的廟宇 去營運他們的宗教 因為其實很多泰國師傅 去營運他們的宗教 所以我們立足的願是要 抬錢過去幫他們 香港是一個幸福一點的地方 我不知道你有否去過泰國一些偏遠的地方 比較少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看到有一條村 那個小孩 小孩也趕了十四五歲 是沒有副帳的 赤裸在泥土那裡走 其實我有時候在曼谷也會見過 有些小朋友 所以香港相對是很幸福的 有時候太幸福又不行 所謂飽暖私淫湧 你試過嗎 應該沒有 你的樣子那麼短狀 我一定沒有 因為我喜歡看 我們看看小豬的樣子 飽暖私淫湧的相 有些什麼 這個禮拜真是這件事 這裏可以 我猜大家都很想聽一聽 究竟有沒有看的呢 我當天立即問我的助手 如果一個小豬或一個陳冠希 站在你面前 你選擇誰 想跟你做朋友而已 沒有說要跟你做什麼 你會傾向哪一個會好一點 你回答我 真的很難選擇 我再說下半段給你聽 我那個阿妹說 如果是陳冠希 不可以是現在的陳冠希 要是年輕時的他 我就會跟他出去吃飯 我問小豬不行嗎 小豬不會是很高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很高的男人 無論如何都會有優勢 你也覺得是 你馬上有些會心微笑 感覺上是不生的 其實我每次認識1.8米的朋友 很羨慕 超級羨慕 應該是小豬很高的 你呢 但陳冠希也不太低 陳冠希也不算是 不是高的 我的朋友跟他吃飯 很難選擇 不過我覺得小豬 還是兩個都不是 人的性格比較幽默 即是會關心一點 說話比較舒服一點 陳冠希可能比較囂張 陳冠希就好像內斂一些 即是收賣一點 即是裝酷一點 這裏教大家看這件事 男人呢 看哪裡呢